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生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生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生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欢迎订阅 第八十一集 楚元熙抱着林若东紧紧地不敢放开一分 她怕这是一场美梦,怕一松开人就不见了 突然觉得怀里的人不说话了 吓得楚元熙还以为是自己抱得太紧 勒到怀里的小娇气了 林芒把人从怀里拉出来 才发现原来是睡着了 搞得楚元熙哭笑不得 只待下床把人抱到床上安置好 楚元熙跪在床前 看着林若东熟睡的容颜 伸手抚摸着 最后拉起林若东的手 放在自己脸上 吻着她的手心 东儿 去到你之前 我从来不知道爱一个人是如此的美妙 是你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 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喜怒哀乐 让我知道了人生可以活出另一种姿态 让我知道了这世界也有其他的色彩 你可知道 我为何至今不愿让你出现在众人眼前 我怕 我怕天下的才俊这么多 你会看上他人 我怕你不曾领略这世间繁华 被表面的假象迷了双眼 我怕 我怕 怕你爱我 不如我爱你多 我怕你离我而去 曾经的我一无所有 诸天下时 我何曾怕过 可如今我有了你 我怕了 东儿 你心中可知 你心中可知啊 说着 眼泪从眼眶中浑浑滑落 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屋内除了醒着的楚元熙 和床上睡着的林若东 便再没有一丝动静了 空旷的屋子里 除了二人的呼吸声 便只有那泪滴落在地上的滴答声 世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痰 只是味道伤心处 可是楚元熙那么骄傲的人 为了自己两次落泪 她何德何能 让如此优秀的人 为自己做到如此地步 二人自从相识以来 一直是她在照顾自己 有什么好事 她从来没忘记过自己 反而自己总是在麻烦她 事事都要她为自己操心打算 想想 自己也只是帮她解了毒 其他的好像也没为她做过什么 知道她在哭 可是林若东却不能醒过来 两个人只能这样 一个不愿睡 一个不愿醒 迷迷糊糊的 林若东还是睡着了 毕竟几天几夜没合眼 早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困倦了 而楚元熙 也是在看了林若东一会儿之后 爬上床 搂着林若东 又睡了过去 等到了晚上 该用晚膳了 室女走进来 室女走进来 唤楚元熙 醒来用膳 结果发现床上多了个人 室女还以为是哪个不要命的爬了王爷的床 想趁王妃不再勾引王爷 好一步登天 吓得慌忙逃窜出来 跑到管家那里 禀明此事 管家早就从暗卫那儿收到消息 知道是王妃回来 便打发了小室女 让她不要打扰二人休息 等二人醒了再穿扇 让其在门外耗着 等待二人醒过来 毕竟这府里上上下下 谁不知道 王爷爱惨了王妃 如今更是为了王妃老神伤财了这么久 也不见放弃 可见王妃在王爷心里的地位 识相的都知道 王爷对王妃早已情根深重 曾经也不是没有不张眼的室女 爬过王爷的床 可最后的下场不是被扔到青楼 就是被扔到军营做军纪 从那之后 再没人敢打王爷的主意 况且王妃生得貌美动人 对下人有和善 但若真的出到王妃底线 又会不留情面地去处理掉 二人的性格如出一辙 平日里不怎么处罚下人 可是若真要被冒犯到 两人也是由不得那恶奴欺负之人 所以这些下人也就不敢再有别的心思 毕竟扶起王府里的下人 待遇好 虽说这两个主子刚回来不久 但是不曾像曾经伺候过的那些主子一般 总是一生气就对这些下人动辄打骂 相反 若是伺候得好了 还能赏赐不少好东西 可比别的福好多了 一日 王爷 该上朝了 云华站在门外 换着屋内熟睡的人 床上的女人被人打扰了休息 皱着眉头翻了个身 不满地哼起了一声 又睡了过去 男人穿完衣服 转身看着床上赖床的小女人 扑斥一笑 说道 小懒虫 好好睡吧 等为父回来 说完 父身在他头上亲了一口 随后转身离去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没订阅的订阅啊 然后再关注一下主播 第八十二集 马车上 王爷 再有两日就是百花节 王妃的 云华纠结着问出这个 谁都不愿谈的问题 王妃回来了 只不过 这百花节怕是不太平 你回去后加派人手 务必要保证王妃的安全 其余的 你不用管 是 金鸾殿上 众人议论纷纷 若是凑近了 能听到说的是 扶清王妃离其失踪的消息 楚元席一来就听到 大臣们在讨论这件事 可是东尔失踪 并没大张旗鼓地去搜索 这件事到底谁泄露出去的 还有待考察 幸而昨日东尔已经回来了 倒也不怕父皇派人去查证 大殿内的大臣见到福亲王来了 纷纷见礼 有几个与他关系要好的 把楚元席拉到一边 询问王妃失踪一事 是否属实 毕竟是关乎到皇家颜面 与过两日的百花节之事 这件事马虎不得 必须说得清清楚楚 本来不打算解释的 楚元席被缠得烦了 只说了句安心 便不再开口 任凭他们再怎么问 也不打算多说一句 这些人原本还想再追问几句 却听到管事公公高声喊道 皇上驾到 护皇陛下 万寿父将 几人只能把话咽下去 一起跪下去 凭身吧 汐儿的身子怎么样 可还好些了 看到堂下站着的楚元席 皇帝意外地问了句 谢父皇关系 已经好多了 楚元席此时面惨如指 不似常人一般 着实有些吓人 也怪不得皇帝不待见他 摇固着皇家颜面 问上一句 身体不适 可要好好修养 这些证实 也可以稍放一放 毕竟身体重要 皇帝摆出一副慈父的面孔 安慰着楚元席 可是楚元席才不需要这些呢 这说得比唱得好听 放一放 自己出去这几年 放得还少吗 看看这大殿上 多数人都是他楚飞华的心腹 唯有一部分人 是忠于这个皇帝的 若是自己再回来晚些 只怕这朝堂 只成了他楚飞华 一人的朝堂了吧 谢父皇关系 儿臣无碍 只是看着严重了些 但是蜜儿上 却是一副感激的表情 似是多年不曾感受过父爱 如今得到了一丝 却也是满满的如目之情 楚元看到楚元席眼中 那对自己的仰慕之情 心中不悠颤了一下 曾几何时 大儿子也是用这样一双 轻亮的毛子 如目地看着自己 见到自己也是 无比的激动和兴奋 可是自从那次生病 脑子坏了之后 自己再去看他 已经不再有 曾经那般的目光了 也不会大老远地 看到自己就追上来 虽说在那之前 自己并不喜欢 也不想让他亲近 可始终是他的儿子 见到他那么喜欢自己 心中又如何会不在意呢 何时 他不再关注这个儿子的 好似自出生起 自己就不曾关爱过他 可是为何还记得 他小时候的样子呢 是那么的喜爱 他这个不负责任的父皇 直至傻了之后 被秦正业接走 就再也没关心过 他的死活 哪怕听说他 独自一人去游历 他也没想起 派人去跟着 就好似这个人 和自己无关一般 现在看着面前 面白如指 虚弱无比的大儿子 用那么感激的目光 看着自己 皇帝的心中 也感到酸涩不已 毕竟就算 他的母后有错 却不是不管他的借口 为何会有 这么多感触呢 大敌事老了吧 也是老了 心中才会 如此在乎亲情 可是自己最疼爱的儿子 却在渐渐长大之后 就不曾在自己面前尽笑 若不是惠贵妃 每月照他进宫 只怕是一会儿 也不愿意出现在 他这个父皇的面前 听说楚元熙回来后 几乎日日都去 秦将军府中 陪着秦正业下棋 聊天 练拳 若是当年 他没有与惠贵妃一同 是不是今日 这孩子也会 陪在自己的身边 陪自己下棋 聊天脸拳 只可惜没有如果 若是当年的事 被这孩子知晓 怕是会恨死 他这个父皇了吧 果然是天作孽 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中了什么阴 就会收什么果 自己曾经犯下的罪 怎能期盼他人原谅呢 若是还有挽回的余地 还好 可是当年 把事情做绝了 哪里还能挽回什么 北京之际 只能销毁证据 不让他有一丝的线索 只是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没订阅的订阅啊 然后欢迎订阅 第八十三集 父皇 儿臣昨日听说 大黄嫂失踪了 现如今这百花节在即 黄嫂突然失踪 这可是有什么关联 还是说黄嫂她 皇帝切莫胡说 你黄嫂还在王府中 何来失踪一说 楚元夕阳装生气地 对楚飞华贺之道 陈弟才没有胡说 如今满朝文武都知道 你楚元夕 为了找黄嫂名利案里 派出去那么多人 而现在却说人就在府中 皇兄 你当这里站着的人都是傻子吗 如若真的在 那不如赵开 让大家开开眼 也好认识认识 那神秘的福清王妃 是如何的祥瑞之人 楚飞华挟笑着 逼迫楚元夕说 父皇 不如请人把黄嫂请来 看看是否真的在王府 这若是真的不在 父皇这皇子妃失踪 可是大事啊 皇兄多年不在京都 可能不懂事情的严重 所以儿臣恳请 父皇让人去请皇嫂来 说着 向皇帝跪了下去 大有不同意 他就不起来的态度 无奈皇帝只能同意 毕竟楚飞华说的也没错 这皇子妃失踪是大事 大儿子常年不在京都 如今有些事还需要教导 皇山 去派人把福清王妃请来 切记一定要把人请来 还有 莫要请错了 看好人 去吧 这 父皇 至于理智不合 从来没有女子上朝的说法 这 无碍 只是看看 这传说中受上神庇佑之人 适合模样 又不是义政 你且安心 楚皇帝安抚着说 实际上确实在试探 楚元熙是否说谎 不过看来 自己这大儿子 隐藏得也不浅呢 王妃王妃 快起床了 快起床 宫里来人了 说是要见您进宫 可不能再睡了 小兰从门外急匆匆地跑进来 冲到床上 就摇晃着林若东 不让他继续睡觉 林若东 迷迷糊糊中 听到小兰的话 大脑反应了几秒 你瞬间 所有瞌睡虫都吓跑了 从床上跳起来 跑到衣柜前 一边挑 一边问道 小兰 快帮我看看 我该穿什么去啊 你知道进宫该穿什么衣服吗 王妃 你穿这件大修衫 都是专门为了您进宫时准备的 咱们这天气国 只要是皇庆国戚 就会专门一趟面身的衣袍 除了皇庆国戚 再有就是高明夫人 也会有功力赏赐的高明服饰 大袖衫 是天气国王妃贵女 面圣时要穿的女装 因为她的衣袖往往宽于1.3米 所以这种衣服被称为大袖衫 大袖衫一般用轻薄透明的纱料制成 上面还有精美图案 女子穿上它 能显露出华贵而飘逸的气质 而乳裙则是告命夫人免圣时穿的衣服 是一种衣身狭窄短小的夹衣或棉衣 领口和袖口有精彩文绘或刺绣工艺 天气裙是大多高腰或鼠胸 款式贴臀 宽摆齐地 是下摆成圆弧形的多者斜裙 片刻过后 小兰扶着一身红装的林若冬从屏风后出来 不得不说 果然是人靠衣装 原本平时大大咧咧的王妃 一穿上这宫装 简直就像换了个人 一瞬间从林家妹妹 变成了庄重肃穆的大皇子妃 哪里还有那个小村姑的模样 这气势说是公主都不为过 当林若冬被小兰和英雪 扶着走到大厅时 黄山差点被林若冬这身气势给压得跪了下去 为了掩饰 及时喊了句 见过王妃 可担不起公公如此大礼 快快请起 嘿 担得起担得起 王妃这是哪里的话呀 您是王妃 奴才只是奴才 多有皇上台爱 才有幸在圣上跟前伺候着 黄山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传说中的福亲王妃 和传闻一点都不同 这王妃横看树看也不像那山野村妇呀 倒像是那从小就被养在深归的大家小姐一般 却又带着他们没有的随性 举止之间从容大气 没有半丝扭捏 带着一份江湖之人的豪爽 如此妙人 怪不得福亲王妃她不娶呢 果然那僧人说得不错 这福亲王妃是大福之人 能必有我天起福泽延年 大皇子这是撞了大运了 看来日后这太子之位也未必不可争 王妃 今日咱家前来是奉了陛下之命 前来请王妃上殿面圣 还请王妃现在就和咱家前往入宫啊 黄公公收回心神 笑眯眯地看着林若冬说道 猛然被黄公公这么看着 林若冬一时间觉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毕竟被一个太监如此瞅着 始终觉得不舒服 那个咱们快走吧 不然耽误时间长了 父皇怪罪下来就不好了 说着台步走到前面 对着黄公公行了一礼 请公公带路 喳 王妃 门口给您准备了软轿 请吧 跟着黄公公一路走出王府 上了门口的那顶软轿 起轿 回宫 只见一支浩荡的队伍往宫门走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没订阅的订阅 第八十四集 大殿之上 只见一个小公公从殿外走来 跑到长氏公公面前滴雨 那公公点了点头后 冲小太监摆摆手 就转身回到皇上面前 在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楚皇帝眉头一蹴 随后又展开眉头 小声回复了一句 就见那长氏公公转身 召开了一个小太监 对他叮嘱几句 然后就让他下去了 大殿上所有人都奇怪 这是出了什么事 连皇上都猪了眉头 可见事情不一般呢 秦正夜走到楚元西的身边 询问道 自那日 秦正夜推举林若东 做百花仙子后 楚元西已经很久 没有去过秦府了 毕竟他私自推荐林若东 做百花仙子 这件事 在秦正夜的眼中 可不是什么大事 但在楚元西的世界里 只要是有关林若东的 哪怕是感冒发烧 那都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就算过去很多天了 在楚元西的心中 却始终是一道过不去的坎 毕竟若不是冬儿及时回来 那百花节就是冬儿的死期 违抗圣旨是死罪 上面的人才不管你如何违抗 他只知道 你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来 到那时 谁能承担他的怒气 所以楚元西不愿原谅秦正夜 哪怕他是为了自己 可是他的做法 却不被自己认同 解决事情的方法 有千千万 为何非要挑自己 最讨厌的那种呢 所以这会儿 哪怕秦正夜主动过来找自己 自己也不想理会他 可是想到这个场合 不回应 必定会让他人 看出些什么来 所以只好无奈地回了局 秦将军这么有能耐的人 都什么都不知道的事情 不知区区王爷 又怎会知晓 这句话说得极有讽刺意味 暗讽他一个将军 却想管王爷都管不了的事 下官并不是想要 下官 扶亲王妃的 秦正夜还没对楚元西解释清楚 就听到大殿外一声喊叫 紧接着 林若东穿着王妃的朝服 有远极近地走过来 大殿上的文武百官 在看之前 都对这个王妃不以为意 只觉得一个山野村妇 能有幸嫁给皇子 已是大姓 可如今却眨眼一变 成了天启国最尊贵 最宠 最受宠爱的王妃 现在更可以上朝 面见皇帝 这对于一个从农村 走出来的村妇来说 碰上这些事情 算是他积了几辈子的德 才会如此走运 想必就算进到大殿里 那也必定是手软脚软 浑身发麻 定然会出炒单 可是谁也没想到 真正的扶亲王妃 是如此模样 那张脸 足以惊动着整个玄渊国了 而且听说前段时间 在最先阁 扶亲王妃为王爷 专门唱了一曲 据说那琴声歌喉 真是余音绕梁 回味无穷 这扶亲王 真是遇到了千年不遇的大运 也难怪王爷 不愿放弃这样的女子 所有人都在惊叹 王妃果然不同寻常 就连楚飞华看到了 都难掩眼中的惊艳 果真是个大美人 也难怪大哥为了他 不惜放弃那储君之位 换作自己 只怕也是会选他吧 只是 这大哥怎么这么好运 明明都成了傻子 竟然还能好 好就好了 还找了这么漂亮的美娇娘 他就奇了怪了 怎么天底下所有的好事 都让他楚元西撞上了呢 看着从自己面前 走过的林若东 楚飞华想伸手抓住林若东 却被其巧妙伸法地错过了 半空中留下了一只抓空的手 在一旁的人看到永亲王辞局后 都替他丢人 你说说 你好歹也是一位王爷 怎得做出如此上不得台面之事 这福亲王妃看似长得娇柔 可那通身的气派 哪点也不像是个好惹的 就算你看上了你皇嫂 可是能不能别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做这么跌分的事啊 这下好了 丢人都丢到姥姥家了 不仅让人家姑娘看不起你 这满朝文武看到这一幕 都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一般模样 让大臣们如何去坚持下去 扶持一个这样的货色 这天起迟早要完 想想未来由这样的皇帝主持办事 都觉得前方一片灰暗呢 儿媳见过父皇 祝父皇身体康健 福泽安康 说着林若东俯身 对着皇帝跪拜下去 快快请起 果然我儿眼光就是好 瞧瞧我们的大皇子 给我们找的皇子妃 果然是与众不同 这果真是我天起一道兴事 多谢父皇赞赏 多谢父皇 听众朋友 本警指及其精锐团队 倾情演播 欢迎订阅 第八十五集 二人齐齐走上前来 一起跪拜楚皇帝 之后二人一起站到一旁 林若东迈出一步 询问道 不知父皇今日照儿臣前来 可是有要事需要儿臣来办 啊 但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 过两日就是百花节了 这牡丹仙子之位 原本是那营连郡主常年担当着 只不过近期郡主身体不适 所以需要有另一人来代替他做这牡丹仙子 原本天气国内很难找出 但秦将军却推举你来 综合种种 郑也觉得儿媳你确实挺合适 所以 听着老皇帝说的话 林若东终于搞明白了 这估计里面的事啊 不简单 这秦正义和自己八字不合吧 怎么什么事都把自己推出来 这要是好事 自己也就不说啥了 关键是 这明明就是一汤浑水 这玩意还非把自己往泥坑里推 真不明白 自己不好了 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明明知道楚元熙 不会放任自己不管 他这么做 真是为了楚元熙好吗 侧眼看了秦正义一眼 发现他正盯着自己看 宠他白了一眼 气得他胡子抖个不停 奈何这是大殿之上 他也不能对自己如何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林若东在大殿上 乐滋滋地站着 往前走一步 对老皇帝失离道 回复我 儿媳原本不想做这个 什么牡丹仙子 奈何咱们这天启国 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儿媳只能担起 这百花仙子之位 以解父皇之忧了 听到林若东前半句话 皇帝觉得 这个儿媳当真不识抬举 可听到后面 才发现这个儿媳 当真不是个好吼的 三言两语就把立场改变了 原本是朝廷任命 却被他的话头一转 变成了他帮朝廷 当真是个聪明人 不愧是朕的好儿媳 当真懂得替朕分忧 好 那两日后的百花节 就靠儿媳你了 嗯 是 父皇 真是有趣 一个从农村出来的村府 第一次来到这金鸾殿 却没有一丝胆怯 这简直就不像是一个村妇 该有的表现 他敢说 从此以后这大殿之上 没有人敢小看这福亲王妃 毕竟见过谁家女儿 见到皇帝不打颤 还能谈笑风生地 与皇帝讨价还价 不说女子 就连男子也没几个眼 就只那几个皇子 也没见过像他这般 在皇帝面前随心所欲的 若是没有其他事情 那儿媳就先退下来 嗯 原本就是为了看我这 回京许久 却没见过一面的儿媳 倒是兴师动众了一番 好了 赶紧回去准备吧 过后 会有人去府上教你一切 关于百花节的礼仪 去吧 老皇帝挥挥手 让林若冬退了出去 林若冬汉手 退了出去 临走前路过楚飞华时 停顿了一下 这一举动让楚元熙眼睛一眯 而站在一旁的楚飞华 心中却激动不已 看来这丫头是知道了 自己比那个不受父王喜爱的 楚元熙好 这不刚才拒绝了自己 现在还不是八八来找自己了 林若冬停下之后 大殿上气氛一阵紧张 毕竟刚才他进殿时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有目共睹 现在却又在永亲王面前停下 这难免不会令大家想歪 而今大家都竖起耳朵 等着这两人能闹出什么糗事 但是却又害怕皇帝降罪 永亲王 这次就当是给你个教训 倘若下次还有 那您的手不要也罢 说完 继续往前昂首挺胸的离开大殿 站在一旁等着听 林若冬软化的楚飞华 听到这么一句 没头没尾的话 呆愣了一下 随后又愤恨地 看着林若冬离去的背影 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让人听着 就觉得毛发寒走 好个父亲王妃 当个戏弄笨王 笨王 下次一定让你好看 在场的人音距离远 都没听到二人说的是什么 只有楚元熙 秦正夜 秦永峰和老皇帝 听到二人说的是什么 然而只有老皇帝不知道 为何林若冬会说出那一句话 毕竟楚飞华看起来什么事也没有 只是奇怪 林若冬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前面三人都是和林若冬 从林家村出来的 不可能不知道林若冬的老本行是什么 所以就等着看楚飞华 明日会变成什么样 尤其是楚元熙 听到林若冬说的那句话 差点就笑出来 别人不知道 自己的媳妇自己还不懂吗 看来这楚飞华是惹到他了 且看明日他会如何吧 这个小东西当真大胆 在父皇眼皮子底下就敢如此 若是父皇知道他会医术 只怕他这会儿早就被抓起来了 还好没人看到他的小手脚 听众朋友 本集一播讲完毕 没订阅的订阅啊 然后点播 欢迎订阅 第八十六集 林若冬退出去后 想着楚元熙 差不多一会儿也要下朝 索性就站在殿门外 等着他一起回家 正觉得这古代当真无聊 连个手机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娱乐设施 嘀嘀咕咕地抱怨着呢 这不好那不行的 突然就听到 从远处传来一阵慌乱的喊叫 十二皇子 快回来 那是金鸾殿去不得 快回来 皇上正在里面处理正事 您若是误穷了 那可就了不得了 不一会儿 就看到一个身穿黄色锦衣的 长相粉雕玉珠的小正太 扑面而来 而且还是直冲着自己跑过来的 看起来是杀不住车了 就看他直愣愣地向自己冲过来 扑倒在自己怀里 虽说看着块头不大 但这冲击力可真不是盖的 撞着一下 简直快把林若东的五脏六腑给颠翻了 林若东忍着疼 把怀里的小家伙拉出来 赶紧看看他有没有受伤 毕竟自己都受不了这冲撞一下的疼痛 没想到这小家伙一被拉出来 就坐在地上哭起来了 都怪你都怪你 若不是你拦着我 我已经进去给父王请安了 现在都怪你 你撞疼我了 我要告诉父王 让父皇砍你的头 是你的罪 你这刁民快滚开 原本想冲进金鸾殿的楚帆林 刚甩开身后跟着的宫女侍卫 眼看就要跑进去了 却被站在门口的林若东挡住了去路 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 也没看清林若东身上的衣服 直接劈头盖脸就骂了过去 若是换作旁人 可能会被这皇子的名头吓破胆 可是偏偏他遇到了林若东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 注定了这次他不能如意了 见过十二皇子 挡了十二皇子的路是本宫的不是 可是十二皇子这样莽撞地往大殿里闯 也不太合适吧 林若东虽然不喜欢这十二皇子的性格 但是看到这么可爱的小正太 还是忍不住地想捏捏他的脸 你这个贱辩 打敢扯本皇子的脸 你放开我 一控制不住 林若东的手就捏了上去 手感不错 挺软的 还滑滑的 果然皇家的小孩子吃得好 皮肤也比平常人家的好多了 蹂躏了一会儿十二皇子 看着被惹得差不多了 就收回了那只作恶的小手 紧接着 那些原本跟在楚凡林身后的宫女太监们 陆陆续续追了上来 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的 上气不接下气 哎哟我的小祖宗 这帝王可不是您可以乱闯的 要是冲撞了贵人 怕是又要给贤妃娘娘添麻烦了 原本气冲冲的楚凡林 听到小公公的话 瞬间蔫了下来 公公 我没有乱闯 我只是想要看看父皇 他们说这里有父皇 可以见到父皇 我 我已经 已经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都 都没有见到过父皇了 我 我只是想看 看看 刚才还像个小炮仗似的小人 现在全蔫不垃圾的 就像个泄了气的啤酒般 无精打采 原本就是个小孩子 不过是想看一眼自己的父亲 可是他的父亲不同旁人那般 可以陪他嬉戏打闹 他的父亲是这天底下最尊贵的王 他肩负着整个天启国的命脉 若是他去享乐 这天下黎民百姓 便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对于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说 这原本就是需要陪伴的年纪 不懂得为何父皇不陪着自己 许是一开始有新生命降生时 皇帝还有那么一丝激动 可是随着年龄的逝去 渐渐地对于宫里出生的婴孩 也就不再那么兴奋了 毕竟后宫嫔妃那么多 已经不像是最初那般 出为人妇的青涩 自己子嗣已经很多了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时间久了 就连皇帝自己都不记得 自己有多少个儿子女儿了 哎哟 小殿下 不是咱家不带您来 您看看 这皇上日理万机的 多不容易呀 这会正忙着处理正事 哪有功夫回去休息 与您游玩啊 等皇上处理完了正事呢 有空会去看您的 小公公半劝半哄地 忽悠着小皇子 试探着上前 拉他回去 气势低落的楚帆林没动 站在原地 呆呆地站着 一旁的林若东 安静地看着 没有言语 突然 低着头的楚帆林 想起了什么 把头抬起来四处观看 最后在人群最后 看到了林若东 挣脱开小公公的拉扯 冲向林若东 看到跑过来的小人 怕他摔倒 林若东 微微张开手臂 护着他 能知这一次不一样了 小家伙跑到自己面前 差不多一步的距离 就自己停下来 你 你不许走 你这奴才 刚才挡开捏我的脸 我不管 我也要捏回来 小家伙气呼呼地 指着林若东说道 因为之前没见过 所以楚帆林 不知道这是他大黄嫂 只是奇怪着宫中竟还有这样有趣的宫女 一时间想把他留下来 毕竟自己身边所有的人都只会奉承自己 那些人他早就玩腻了 这好不容易有个好玩的 断然不能让他跑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没订阅的订阅啊 欢迎订阅 第八十七集 周围的宫女们看到小黄子突然关注的女人 先是一顿紧接着看到林若东的装束时 统统跪到了一地 见过王妃 愿王妃福寿安康 听到奴才们的话 楚帆林才知道 原来林若东根本就不是什么宫女 看起来是自己嫂子 只不过这所有的嫂子自己都见过 唯独这个既没见过又没听过 楚帆林眼珠子转了转 想起最近宫里人传的那个大哥 听人说这位大皇兄曾经傻过 可是现在又都好了 而且他们说自己这大皇嫂 是大哥在乡下去的 回来的时候力排众议 保下了他的大皇子妃之位 这两个人在宫里也倒算是传奇人物 这二人回京至今 除了大哥上朝露过面之外 这大皇嫂可真真被藏得严严实实的 没几人见过她的真容 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大皇嫂 你莫不是大皇嫂 我大哥的女人 楚帆林抬头看着林若东 眼睛转呀转地问道 机灵的小模样 看得林若东只想抱起来亲两口 当真是可爱极了 对啊 你是哪位皇子 林若东蹲下来和楚帆林平视 这一举动让他心中 对林若东的好感上升不少 很少有长辈这样和自己说话 除了母妃对自己说话时会蹲下来 就只有现在自己面前的大皇嫂了 这虽说不是很奇眼 但是会让他觉得自己被人尊重了 而不是被当作一个小孩子 楚帆林微微有些害羞 可是却把脸撇过一边 傲娇地说道 哼 我是这宫中最小的皇子 楚帆林 我母妃是贤妃娘娘 哼 看到自己面前傲娇的小恶魔 林若东无嘴偷笑 一个小屁孩摆这么大的谱 也不知跟谁学的 这楚帆林 贤妃 当初查的时候 说这贤妃娘娘在后宫之中 可谓是一股子清流 从不和人争斗 运有两女一子 从来没有人去找过她的麻烦 楚元对她也是态度极好 就连惠贵妃也没出手动过她 这贤妃母家玉家是隐氏家族 玉红鸾是玉家嫡女 当初为了平定家族内论 无奈把玉红鸾送到宫中 只为了保住玉家嫡妻一脉 后来庞戏败落 玉家嫡长子玉丰 这才重振玉家 只是玉红鸾却不能重回家族 只能在深宫之中 因着玉家的震慑 刘慧等人不敢对其下手 因为玉丰把玉家的玉狐卫给了她 若是无事还好 若真有人敢动手 必定会在动手之前 被玉狐卫解决 所以久而久之 也就没人敢打贤妃的主意了 所以她才能在这深宫中 但欲子嗣 却又不被人动手 这贤妃倒也是个人物 手握暗卫 却能明目张胆地不骄 却又不会被皇上厌恶 在后宫之中 能和一帮通身都长满心眼的女人 和平相处 也真是不简单啊 哦 贤妃娘娘 据说贤妃娘娘心资利人 温柔端庄深得父皇喜爱 并且育有两位公主和一位皇子 也都很得父皇喜爱 原来就是你啊 今日一见 当真是聪颖过人 见过十二皇子 说着林若冬对他行了一礼 小魔王听着林若冬的夸奖 心中飘飘然 哼 我才不会因为你夸了我 就不计较你刚才拦着我的事情 哼 胆敢拦我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哦 可是怎么惩罚他呢 古作成熟的学大人研磨着下巴 小脑袋瓜里高速旋转的 想捉弄林若冬的法子 突然看到柱子上有一只毛毛虫 心声一记 让身边的小太监偷偷过去 把虫子摘下来 放到林若冬身上 你起来吧 你可是我大慌嫂 怎么能够心死大理 说完便伸手去拉林若冬 看到小太监把虫子放到林若冬身上 冲自己比了个手势后 立刻松开了他的手 假装一脸惊恐地看着林若冬的肩膀 指着说道 黄 黄嫂 你 你的肩膀那里 有 有个虫子 快 快 快帮黄嫂弄下去 你们快去啊 然后所有宫女太监都一窝蜂地扑上去 帮林若冬抓虫 在那边 哎呀 别挤我 跑了跑了 在这边呢 你 躲在一旁偷看的楚帆林捂着肚子哈哈大笑 嘴里说道 哈哈哈哈 让你拦着本黄子的路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拦我 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 哈哈哈哈 十二黄子 好玩吗 哈哈哈哈 好玩 太好玩了 哈哈哈哈 那黄子想不想试试 试什么 怎么试 楚帆林问完之后 觉得不对呀 所有人都在前面抓虫子 那自己身旁的人是谁呀 他僵硬地转过头 看到坐在自己身边的林若冬 眼睛瞪得快掉下来了 不可置信地揉揉眼睛 仔细看了看 又看了眼面前的混乱 吓得往后倒退 结结巴巴地问道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没订阅的订阅 第八十八集 你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应该和他们在一起吗 怎么 怎么会 那里那个是 你 你到底是什么 嗯 十二黄子问的是 里面的人是谁吗 一个小小障眼反罢了 那里面是刚才跟我 放虫子的那个小太监 放心 他没事 只不过一群人挤来挤去的 未免一容有损 说完 把头一偏 看着小脸惨白的人 扑斥一笑 你别怕 我又不会吃了你 听到林若东说自己怕了 楚帆林站直了身子 拍拍胸膛 笑话 我楚帆林会怕 我才不怕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障眼法吗 哼 这吓不到我 看着故作轻松的楚帆林 林若东觉得 也差不多了 便就不再逗他 打了个响指 解除了法术 所有宫女太监 这才发现抓错人了 立刻对楚帆林 跪下磕头认错 原本被林若东 调戏了一番的楚帆林 憋着一肚子火 没底撒 看到这群没用的奴才 更是心烦 刚要开口 让他们去美人领 二十大板 长长记性 就听到身后的人 对自己说 十二皇子 不会把气撒到 这些奴才身上 不然这度量也太小了 那可真是没有 皇家风度啊 一句话 憋得楚帆林 涌上来的火 又被浇了一盆凉水 别说熊熊大火了 连个火星都没了 看着面前跪着的一群人 楚帆林气的 指着他们拟了半天 也没说出个一二三来 最后一甩袖子 转身走了 多谢皇妃 一众人对着林若东 道谢之后 立刻追着楚帆林 跑了过去 哼 小屁孩 跟我斗 不知道我可是 捉弄人的鼻祖吗 林若东看着一群人 远去的背影 摇头笑道 身后突然变得嘈杂起来 所有人都从大殿里 走了出来 楚元熙刚刚一出门口 就看到了 站在一旁的林若东 急步走上前 拿起披风 就给他披了上去 虽然已然是春季 可是清晨还是湿气重 切莫着了凉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一边说着 一边给林若东 系上披风 我哪有那么脆弱 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好了 你在这里看什么呢 怎么不先回府了 系好之后 楚元熙一手揽着林若东 就往宫门口去 方丈我遇到了十二皇子 乔这倒还算是个聪明机灵 会讨人喜欢的孩子 我们二人打闹了一会儿 我倒真心喜欢 若不是因为要回府 还有别的事情 倒真想多待一会儿 说着林若东满脸遗憾 看到小娇妻脸皱得像个包子 楚元熙没良心地笑了 娘子 你若真喜欢孩子 那我们二人生一个便是 何苦去羡慕别人家的 我哪有羡慕 我只是喜欢小皇子 长得像个小福娃 当真可爱极了 你若见到了 你也会喜欢的 一边说着 一边回想 刚才和楚凡林相处的情景 越想越觉得他可爱好玩 那娘子是喜欢女儿 还是儿子呢 当然是儿子 儿子多好 能拎包能扛奏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打得过坏人 拼得过爹娘 多好 要我有儿子 一定把他培养成全能的 说着 林若东眼中冒着闪亮的小星星 看着自己媳妇 被那还没影的儿子 勾去了心神 楚元熙偷偷嘀咕着 我才不会喜欢什么小皇子呢 这么小就知道勾引女孩子 长大了还不知道 怎么活了人间呢 以后我不要儿子 就要闺女 生了儿子 就把他扔到 媳妇看不到的地方去 免得和我抢媳妇 你说什么 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没什么 我在问你 需要买什么东西吗 正好 咱们现在一起买回去 对了 带两只最限额的烤鸭回去 一会儿拐到北街去 是 王妃 凌峰驾车回应道 一路二人吵吵闹闹闹地回了王府 王爷 王妃到了 楚元熙先出马车跳下来 然后转了身子 伸手接林若东 林若东刚把手放到楚元熙的手上 突然一阵混乱 马车受了惊 还没来得及下马的林若东 一下子被颠回了马车里 马车胡乱地在大街上奔跑着 楚元熙还没来得及反应 人就已经跑出百里之外了 楚元熙回过神 阴沉着脸色 拉过凌峰从府里带出来的马 追了上去 楚元熙骑着马 跟在马车后面留下的痕迹追逐着 一路上担心林若东会被别人截了去 又担心会不会被撞伤 心中不上不下的 好似在锅上烧着一般 煎熬不已 而在马车里的林若东 也是苦不堪言 这一路颠得自己腰酸背痛 比刚来这里时都惨 现在感觉后背火辣辣的疼 肯定是刚才被颠回来时擦伤了 现在这破马车也不停下来 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了 胃里也是一阵翻滚 这算是晕马车吗 可是为什么马车突然手惊呢 刚才自己坐在马车里 只听到外面突然一阵混乱 本以为沾不到自己 却忽略了有心人怎么会不故意惹事呢 只是他们二人回京时日上前 是谁会明目张胆地对付自己 这简直太突然了 一点头绪都没有 现如今也想不了这些 还是想想法子 怎么让这马车停下来 不然真的跑到山上 那就危险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没订阅的订阅啊 然后再关注一下 第八十九集 摇摇晃晃的 林若冬觉得被什么东西割了一下 没来得及想 就感到一阵阻力 止住了马儿的狂奔 紧接着他就被甩了出去 在落地的一瞬间 用双手护住后脑 没想到是个斜坡 最后滑落的途中昏迷了过去 撞到了头部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批黑衣人 赶到马车旁搜索 发现人不见了 正打算继续搜索 领头的却制止了他们 头儿 我找了 人来了 咱们不能暴露自己 况且那人只说伤了他就好 抓他只是顺道之事 就算不抓他又能如何 况且答应他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已经是我的底线了 切勿忘了 咱们可不是那种无耻匪力 是 头儿 这就回去 他 喂 你们不用管 我来承担 撤 大 别人打个声器 走吧 一行人趁着楚元西没来之前 离开了此地 如同没出现过一般 灯儿 你在哪里 王爷 你快看 这是王妃坐的马车 不过王妃不在里面 楚元西下马 走到马车边上查看一般 又围着周围看了看说道 这里有其他人来过 听到楚元西的话 林峰紧张地问道 那王妃岂不是 不 她肯定还在这附近 快去找找 这 是 来人 现在都快去找王妃 就在这周围 快一点 是 是 跟上来的几个侍卫 四散开来 地毯式搜索林若东的踪影 一边喊一边找 楚元西不敢让自己 慌乱地震脚 她怕自己若是倒下来 谁来救自己的灯儿 所以只能勉强镇定下来 林峰 您让雨凡准备好 休息了这么久 再不动他 他就该生锈了 此话说的 听着像是为林若东 找回来后座准备 又像是计划了什么 需要开始启动了 是 属下已经和神医说了 只要王妃一回府 神医马上就到 嗯 头也不抬地 继续找着林若东 留下的蛛丝马迹 一转头 在阳光的直射下 楚元西觉得眼睛 被什么东西一晃 赶紧跑过去 捡起来看了看 正是昨日自己回去时 给东儿带的玛瑙簪子 此刻在这里寻到 那定然是 人就在这附近了 来人 在这附近搜 找到了 王爷 王妃在这里 听到有人说找到了 楚元西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刚才知道有人来过后 自己也怕 怕他真的被人带走 若是那样 天涯海角 自己也要把他追回来 现在看到他满身是血的 躺在那儿 悄无声息的 自己的心就如同被针扎一般 若不是自己 他又怎会遭此恨祸 自己说的可以保护好他 如今却让他 如同没有生命的娃娃一般 躺在这儿 心中满满的愧疚和心疼 凌峰跟在身后 看到楚元西怀里抱着的人 开口道 王爷 王妃他这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给我查 查得彻彻底底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不可演的 胆敢动我的女人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封锁各个城门 务必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楚元西怀抱着林若东 神色温柔 说出来的话 却狠力无比 凌峰对楚元西点头示意 转身对着一众侍卫吩咐道 听到了吗 王爷怎么说的 快去办 放跑了贼人 你们就都等着受罚吧 是 收到命令的侍卫们 骑上马 分别去通知 各个城门口的守卫 关闭城门 人我们已经伤到了 不过 我们不管把他带过来 你之前的承诺 该兑现了 我说过 只要你帮我杀了 那个贱人 我才会帮助你 完成你的愿望 可如今你只是伤了 他的一点皮毛 我怎更惜呢 男子听闻此言 怒气一瞬间冲破李治 翻过身想抓住女子 却不想被那女子 轻松躲了过去 原本是你答应我 我按照你说的去做 你就答应帮我 我说过 我不做那等伤天害理之事 帮你伤他 已经是我的最大底线 你怎可以反悔 男子怒气横生 觉得自己被这女人耍了 明明是他答应了自己 现在却反口不认了 真当是把自己 当成了傻子 耍着玩呢 怪自己太天真了 这等谋人性命的事情 他都敢 还有何事 是他不敢做的 反悔 我说过 我只要那个贱人的性命 是你自己揣测 我的意思没有办好事情 反而弄得难成风雨 现在处缘心 让人把整个京都 都给封锁了 就是为了抓住你们 你说你哪来的信心 对我说 你把事情办好了 嗯 女子不弄反笑 对着男人说道 不错 这面前的男子 就是刚才引得混乱 导致林若冬受伤的黑衣人 只不过他被逼无奈 才答应女子 做下这等下作之事 原本女子答应 只要能伤到就好 现在却一口否定 这让原本就耿直忠厚的男子 更是不知如何应对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没订阅的订阅啊 然后再关注一下主播 打个专辑舞 欢迎订阅 第九十集 可是我说了 我不伤人性命 你不是也同意了吗 我只说你看着办 何来同意之说 这自始至终都是您以为 我可是没有说过一句同意的话 冯将军 衣服可以乱穿 这话可不能乱说 女子说着又坐回椅子上 自珍自饮起来 喝一杯吗 倒了一杯茶 伸手递给身边正生气的男子 原本就在气头上的人 反手就把茶打翻在地 不喝 看着自己手上的茶杯摔落在地 女子也不生气 收回手又给自己重新倒了一杯 冯将军 我帮你也可以 但是你只要再帮我完成这件事情 那你想办的事 我必定会让人马上去办好 如何呀 女子说完将茶一眼而尽 那冯将军千丝后想了一番 决定同意 毕竟之前做的事情 已经得罪了福亲王 现在只能和这女人合谋 否则自己便是两边得罪 闭上眼睛 点了点头 女人看着男人点头 露出一抹得逞的笑意 这个老皮肤 若不是自己让人设计于他 使他有冤无处诉 最后设计他来找自己 就他那副清告的样子 哪会来找自己 还是这么低声下气的 要说这冯将军 也是个终居爱国之人 只可惜是个死脑筋 当初若是肯答应自己的请求 现在也不会沦落至此 都答应了帮自己办事 这会儿又来装什么清告 冯将军能自己想通就对了 这人呢 有德就有失 我答应了帮你 那你也要做得我心满意足才是 您说对 女子说完 把茶杯放在桌上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该走了 这几天你便先躲着 等过了几日风头 再听命行事 打开房门 压了压额头上的斗笠 环顾了下四周 女子小心翼翼地走了出去 呦 紫康哥 这个房在哪里 哦 那是荷花花 我专门上来泡茶喝的 你放到屋里的木柜上就行了 李臭袋说着 头也不胎地继续做着手上的活 也顾不得去擦头上的汗珠 天气渐渐转热 日头也比前几天毒辣了许多 药园子里 许多药童都蹲在地上除草 包括李子恒 刚过了春 入了夏 正是万物复苏 百草丛生的季节 刚长出的新苗 差点就被那些杂草淹没了 为了不让这些辛辛苦苦 种下的药白虾了 李子恒号召本村 邻村的乡亲父老们 一起来除草 不能让这些草药 在该吸收的时间里 缺少养分 此时的药园子 可不再是曾经那个 两三亩地的小药园了 因为在李子恒的带领下 又把周围的白亩地 给盘了下来 一下子 小药园变成了药草庄园 而且这里的订单 慢慢不能满足于 这个药草庄园了 周围的区县 在得知邻家村 有个药草庄园之后 纷纷慕名而来 从前就知道 丰县的邻家村 培育的草药 都是顶好的 奈何数量稀少 又和白草堂签下了契约 因此只能干看着死着急 这现在知道 种植面积扩大了 得到消息的人 纷纷而至 急着和林家签下契约 毕竟药材好 效益高 来看病的人 才会肯出钱 买你的药 若是吃了 没什么作用 谁还来买呢 所以林家馆的药园 才会备受欢迎 就连当地的百姓 因林家馆的发展 而得到了不知多少好处 久而久之 林家馆的名声也打出来了 而且这林家馆 也不是什么药堂 都可以合作的 但凡想靠药效好 发横财的 统统拒之门外 这一举动 让周围百姓纷纷叫好 这一国之内 虽说有许许多多的 王孙贵咒 但是大多数 还是普通的老百姓 林若东早就嘱咐过二叔 不要随意地哄抬价格 以免导致百姓无门医病 并且还要二叔 每月在林家村的村口 设了一个免费诊病的试点 一开始还没人相信 以为是药铺的人 想出的新法子 想骗人先诊病 后花钱买药 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个老玉路过 只见他怀中抱着个小男孩 眉头紧促 嘴唇发紫 明显是中毒的样子 原来是不想来这看大夫 奈何这家只有老太太 和他孙子两口人 又是一脉单传 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抱着孙子来试试运气 就算最后需要付医药费 若是真的治好了 那说明他孙子命不该绝 说明这家医馆 是真心为百姓看诊 若是真的没救过来 只能说自己孙子没福气 此生自己注定是孤寡一生 更能看出这家医馆 到底是黑是白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没订阅 第九十一集 坐在那的大夫 大捞远就看到这位老狱 抱着孩子往这边赶 一边赶一边喊着 大夫 大夫 快 快救救我这小孙孙 我家可就这一个小孙子 他爹妈走得早 可怜我这一个老太婆 把他从小拉扯这么大 今日我带着我这孙子 去山上拾柴火 那条山路啊 我们走了好几次 以前一点事也没有 今日却不知 从哪里钻出来一条蛇 上来就把我这孙儿给摇了 大夫啊 我可就这一个孙子啊 你可一定要给我救回来啊 我就算砸过脉铁 我也一定把医药费给您凑扰的 我求求您了 老婆婆 您快起来 您就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救治您的孙子 现在先把孩子给我 说着把孩子从老婆婆怀里接了过来 转身叫上药筒 与他一同检查 忽略旁边人的议论纷纷 哎呦王婆婆呀 你怎么把孩子给他们了呀 这左堂大夫这么年轻 要是万一出个差错 你说您孙子可怎么办呢 就是就是 现在的医馆呢 为了赚钱 真真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啊 少来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能看什么病啊 只怕就会抓个伤害药罢了 王婆婆呀 这一次 你可是把你孙子嗨惨喽 哎呦 这不是有病乱投医吗 王婆婆 您现在赶紧抱着孩子去县城看看吧 就算是多花点钱 那也得把孩子治好啊 这 您哪 还是赶紧的吧 对啊对啊 王婆婆 快去吧 这一切都让正在帮助救治小男孩的药童听到了 药童气愤不已 看着好似完全听不到旁人话语的先生 便觉得自家先生太可怜了 先生 他们 他们怎么可以那样说你呢 他们不知道 你是这大陆上医术最好的神医吗 你都分文不全 年费帮他们医治 他们竟然敢 竟然敢这样 真是气死人了 男人不慌不忙地处理着手上的事情 听到小药童的抱怨 转头看了他一眼 你在气什么 药童看着一副事不关己的先生 心中的无名火又生了起来 先生你听听 看看他们都如何说你 明明你在这里 这么用心解救那个老婆婆的孙子 可是他们却不相信你 还说咱们呢 想要讹人 咱们需要讹人吗 凭着先生的医术 这学员大陆谁进来先生 不都是恭恭敬敬的 小区额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老太太吗 这是勾要旅动病 不少人心 这病咱们不看了 胡闹 治病救人 是医者本分 岂能因一时一期 说不救就不救的 当初交给你的你都忘了 奴才不敢忘 奴才都记着呢 只是奴才听到他们那样说先生 心中不舒服 觉得他们都是白眼狼 不想闲手吃下这门亏 要同说着 一直不住地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越想越觉得委屈 明明就是他们说先生在先 既然不相信 为何还要先生帮他们治病呢 若不是林小姐拜托自家先生 他们才不会在这 鸟不拉屎的地方待着 早就云游四方去了 何苦在这受罪 还白白遭人怀疑 等雨帆收拾完 回头看他的时候 这次竟然咬着帕子 支勾勾地盯着自己 活像受了气的小媳妇 看得雨帆心中一阵恶寒 你为何摆出这副样子 难看至极 哪有一点男子的样子 还有 你这帕子是哪里来的 快扔了 真是丢人现眼 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 说完一脸嫌弃地抱着孩子走开了 一边走还一边摇头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还不成前些天出门撞到脑子了 怎得如此不正常 怪在怪在 听得小药童仰天大吐一口老邪 心想 哇 先生 我变得如此还不是你害的 哎 若不是您什么都不操心 我又何苦变成一个啰啰嗦嗦的管家婆 奴才才十来岁呀 花儿一般的年纪 愣生生让你蹉跎得如同二十多岁一般 哼 现在来说我脑子有病 你 你良心不会痛吗 啊 看着自家先生的背影 小药童又是半龟脸 又是拳打脚踢的一副凶狠模样 正打得过眼 突然前面人停下脚步 转过身来 就看到还没来得及把脚收回去的药童 正单腿屈膝冲着自己抬着 看样子是想踹自己一脚 很好 看来是自己平时太平易近人 以至于一个小小药童都敢背着自己做小动作了 简直无法无天 眯了眯眼 看着小药童说道 怎么 还要我教你该如何做 还不快过来抱着 想着等我去请你吗 不 不用 奴才自己 自己来就好 把孩子给奴才吧 看着自家先生那阴狠的表情 小药童觉得如果自己再废话 估计要小命不保 赶紧把孩子从雨凡手上接了过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没订阅的订阅 第九十二集 小药童抱着男孩走到老婆婆跟前 把孩子交给他 正打算开口叮嘱一些主要事项 就听到一阵尖锐的声音 哟 这是怎么了 这孩子咋一动不动了呢 刚才还能哼哼两声呢 咋 现在一点声都没了 不会是没句好 给人意思了吧 哎呦 这可真是妖兽哦 老王婆子家就这么一个孙子 这小子可真是绝了户了 真是不会治就别治 这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这下好了 可怜的老王婆子就剩这一个小孙子了 哎 造孽呀 人群中走出一个长相刻薄的老太婆 一手抓着瓜子 一边刻一边嘴里不停地叨叨着 来人正是林若东的祖母孙氏 这几年二儿子和自家闹翻之后 虽说两家不来往了 但是应尽的效益 林二三还是一分不差地给了林家二老 所以林家才没有一直上门找茬 这些林若东也知道 只不过觉得没必要去计较 原本就是亲人 不能因为一些小事 就否定了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而且对于林若东来说 那些不过是九牛一毛 给就给了 不过对于他们的一些要求 却是一律不同意的 若是要求的太过分 便会停掉给他们的用度 一开始孙氏还去闹 后来发现根本没人管 才明白再闹也无济于事 还不如安安愤愤地 每月都可以有一部分钱 这才安愤下来 这不今日听说村口有热闹看 抓了一把瓜子就出来了 看到这种情况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人说死了 想着帮那老太太讹比钱 自己也能包到点好处 不得不说 这人那心眼坏 那是在哪都能体现出来 药童听到孙氏说的话 生气地转过头 瞪着她道 你这老婆不说话可真难听 我们都还没说诊治结果呢 你从哪里得知这孩子无救了呢 看着小药童犀利的眼神 孙氏吓得往后倒退了一步 回过神来又站直身子 抖抖衣服装模作样的一番开口道 哼 一看就是没救了 这还用问吗 你看看这大夫 年纪轻轻地端的衣服 冠冕堂皇的样子 谁家祖堂大夫敢用这么年轻的 这可是可梦拐骗之徒呢 你胡说 我家先生才不是那种萧小之辈呢 若不是受人之托 我们才不会来这种地方吃苦 况且我们看病可是问问不取 还免费试药 哪里是空梦拐骗了 小药童的脸色气得翻红 看样子孙氏的话 把他气得不轻 最主要的是 跟着先生走南闯北这么久 压根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人家主事人都没说一句话呢 你在这瞎掺和什么 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那是你们的幼儿 心让人都觉得你们分文不受 等人多了就开始收医药费了 孙氏得意洋洋地说道 好似抓到人家的小辫子似的 哎呀 你们别吵了 没看到王婆婆都快晕倒了吗 哎呀 孙氏你就别添乱了 人家大夫还没说话 你就这么着急蹦出来干啥 又想讹人家钱 放屁 老娘才不会讹人呢 你哪只眼睛看我讹人了 老李家的 别以为你孙子是这药盐掌柜 就扭起哄哄的 这药园子可是我林家的 说白了 你孙子只是给我们家做长狗 有什么好神奇的 被李子恒的奶奶 呛了自己一下 孙氏立刻觉得脸上挂不住 大声嚷嚷起来 这眼看着世纪大战就要爆发 一道清凉悦耳的声音响了起来 让开 众人都望过去 只见那个刚才给小男孩解毒的男子 缓缓走到王婆婆身边 拿出银针就要开始扎 一旁的人吓得大喊 住手 男子回头看了他一眼 没有理会 就只见着那针直直扎进王婆婆的脑子里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生怕一不小心打扰了男子 再给扎错了 一刻钟之后 王婆婆悠悠软醒 所有人都惊待了 没想到 这个看似年轻的俊俏后生 竟然医术这么高明 又转而看向在药桶怀里的小男孩 发现他一早就醒了 只是眼中寒泪地看着自己奶奶 满寒担心 周围人心中明白 这年轻男子怕是哪个名门子弟 从小培养的才会有老大夫那般的本事 怪不得年纪轻轻就敢出来闯荡 原来人家是有真材实料的 刚才可真是冤枉人家了 想到这儿 所有人都看向一旁准备逃跑的孙氏 这可真是打脸 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说人家是骗子 现在怎么样 老脸都丢尽了 你说这孙氏都七老八十的年纪了 却总是和小辈过一步去 就说他那孙女 你说人家现在多出息呀 偌大家也都是人家孩子白手起家 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 没有凭着林家的一点光 你说如果当初对人家好那么一点 现在林家还不是和连尔山一样 穿金带银 吃山珍海味 煮高门大户吗 哪还用在泥里刨舌吃 早就想轻浮去了 好好的一门亲戚 活生生让孙氏自己折腾没了 现在反而天天骂大孙女不懂事 不知道 第九十三集 现在更是变本加厉 出门就讹人 惹得邻里街坊都不喜和林家来往 见了孙氏更是绕道走 可见这是多遭人嫌弃 就连曾经讨好他的周氏 也不愿搭理他 大儿子更是在和二叔一家分裂之后 对这个老母亲冷淡了许多 就连他老伴林爷爷也不愿看他 整日跑到药园子里去帮忙 宁肯在药园子里和那些药童们待在一起 也不想回家听孙氏的谩骂 林二山原本不想让自家老爷子去做这些粗活 本来就是每个月给他们养老钱 就是想让他们日子过得舒坦点 但是听老爷子的解释之后 林二叔就不劝老爷子了 相反 他每天会超出一点时间去陪陪老爷子 而且林若冬也说过 让他多照看着点爷爷 所以 整个林家就只有孙氏被孤立了 旁人看了觉得孙氏挺可怜 就有好心人去找他聊天老科 哪知每次去别人家都是连吃带拿的 比起之前还过分 慢慢的也就没人愿意理他了 孙老婆子你别走啊 不是说人家医术不精就不活人吗 这是我眼花了还是你眼花了 我看这孩子明明好的呢 孙老婆子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一旁看不惯孙氏的吴家老婆婆 开口叫住了正要逃跑的孙氏 那个 那不是我刚才看错了吗 误会 都是误会 孙氏打着哈哈 误会 我看误会是假 找茬是真吧 孙老婆子 你说你也挺大岁数了 怎么竟做这些没谱的事 不说远的 你就说你那大孙女 咱们村子谁不羡慕你家大孙女 好好的孩子 愣是让你给逼走了 这下好了 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后回去吧你 吴婆婆就是看不过孙氏 那副牛气哄哄的样子 牛气个什么呀 好好的家都给折腾散了 孙氏本就理亏 这回听见老吴婆子 逮着机会可要教训自己了 心中又把林若东骂了个遍 死丫头 走了也不让老娘暗示 这死老太婆 明明就是想让她孙子 娶那死丫头 我不同意罢了 天天有啥事就揪着我无法 心中想着 让这老太婆改天尝尝自己的厉害 面上却笑嘻嘻地硬撑着 是是是 让你们刚才不信我家先生 现在知道我家先生的厉害了吧 我家先生 那可是十岁就出门给人看病 至今没有一个人说我家先生看得不准的 你们真是装了大硬啊 有幸能让我家先生跟你们看病 要知道就算公 小林子 闭嘴 雨凡听到这家伙说出那个字 就知道他要兜不住话头了 连忙制止他继续说下去 而小林子也知道自己差点说错话 吓得低下头 闭嘴不再开口 雨凡转过头 看着王婆婆道 既然人已经无碍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时辰不走了 也该回去吃午饭了 小林子 把孩子放下 收拾一下回去 刚醒来的王婆婆还没搞懂这是什么情况 就看到刚才给自己孙子治病的男子 正收拾东西要走 本想拉住他问自己孙子到底怎么了 就感觉有人正在扯自己袖子 一转头 就看到自家的宝贝孙子正委屈巴巴的盯着自己 让王婆婆激动不已 小鹿啊 你可吓死奶奶了 以后奶奶再也不把你带上山了 都是奶奶的错 都是奶奶的错呀 奶奶 奶 我害怕 刚才 刚才你晕倒了 都吓不醒你 吓死我了 王婆婆搂着小鹿子 哭得稀里哗啦的 看得旁人都忍不住落泪 这一家子就两口人 全凭老王婆婆一人撑着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看着小孩子面黄肌瘦的模样 周围着当娘的看着就心疼 若是亲娘在跟前 哪会看着孩子这般受苦 虽说这奶奶没有刁难孩子 可是家里的活都落在一个人肩上 这日子可咋过 孩子还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都说半大小子吃垮老子 再过几年 孩子就长大了 吃喝拉撒哪样不要钱 还得给他取房媳妇 就这一个奶奶 上哪弄那些钱去 吃的都快没得吃了 刚要走的雨帆 听见周围人的议论 回头看着王婆婆祖孙 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若是真的困难 可以去林家馆 就说是宇大夫请来的 到哪里可以让他们给你安排事务 虽说工钱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维持生存还是可以的 若是做得好 还可以加工钱 你们可以去试试 说完拍了下看呆眼的小铃子 继续大步向前走 周围人听到雨帆说林家馆 又议论起来 而王婆婆则听到大夫说的话后 愣了下擦干了泪 拽着小鹿子对着雨帆离开的方向 磕了三个响头 多谢恩人 多谢恩人 然后拉着小孙子就往林家馆 第九十四集 雨帆再回到药园之后 就把小玲子叫到房间里来 进来后 二人一语不发 沉默地对峙了半天 最后小玲子实在受不住 自家先生的冷暴力 主动开口道 先生 我错了 哦 我竟不知你还会错 你哪里错了 我怎么不知啊 雨帆雨气淡淡地 听不出是喜是怒 小玲子听着这声音 就觉得自己完了 从计是起 自己跟在先生身边 深知主子雨气越是平淡 气得就越大 好几次都是这样 自己做错事也不惩罚 也不怪罪 就这样晾着 生生让你觉得 有种大大的罪恶感 愣是憋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先生 我知道错了 是我说错话了 我保证没有下次了 您就别生气了 小玲子说着 溜到雨帆身边 刷着滑头 给她锤尖捏腿的 想要让面前的人原谅她 是这浑身解暑 终于还是让雨帆 把这心头火降了下去 好了 你先下去吧 先 是 原本还想说些什么的小玲子 看到闭上眼的雨帆 又把话咽下了 默默地退出了房门 小心翼翼地把门关好 门外的小玲子 眸中试了些亮色 少了些许的朝气 多了几分抑郁的气息 雨帆 你可知我 何时你才能看明白 何时我才能开这个口 何时 何时 屋内的人听到门外滴雨 自己心中也是一片昏乱 自己怎会不知呢 怎可能不知呢 只是二人怎么能在一起 若是身份公开 自己怕是再也见不到她了吧 那既然如此 倒不如装作不知 这样还可以让她在自己身边 多些时日 哪怕一点点时间也好 就这样 音音 一扇门隔着两个互相喜欢的人 总有一天 二人的情谊会曝光 看似那天好像不太远了 可是会有结果吗 一日 雨大哥 雨大哥 快 我让你催你回京 李子恒从外面跑到雨凡屋子里 焦急地对她说道 何时可有交代 没说 只是让您尽快回京 雨大哥 你快回去吧 这里我就别让来盯着就好了 小林子 你说是不是 啊 怕雨凡 怕雨凡磨蹭 李子恒叫上小林子一起帮自己劝雨凡 让她赶紧收拾回京 怕耽误了若冬姐的大事 啊 哦 是啊 先生 咱们快收拾收拾 回京看看发生何事了吧 若真的出了大事 那可耽误不得的 说完 小林子低下头 不敢看雨凡的脸色 这么些年 走南闯北去过那么多地方 湖汉 南昭 北梨 敢说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走遍了 唯独没有去过一个地方 京都 二人都有默契地避开这个地方 谁也没提过 谁也没问过 一直藏着 直到今天李子恒开口 这件事必无可避 二人只能平静地去面对 才发现 原来时间过得这么快 距离这么远 原来二人不止隔了一扇门 一堵墙 是一个京都 一个公主 与平民的身份 没错 小林子不是什么小药童 她是天启国的小公主 楚音音 只因楚音音从小身子弱 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 只因那时贤妃娘娘家族中 有余孽未清除完 竟是隐藏到宫中给贤妃下药 虽然没有得逞 但是孩子出生后 却不能如常人那般 每日都发高烧 最后寻遍名医 说要把孩子送到药谷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贤妃当然不舍 可是看着日日啼哭 不得安枕的幼女 只能忍痛 将孩子送到了药谷 对外只说是送到了玉家 休养去了 毕竟宫中人心复杂 不说送到玉家 只怕这时孩子早就尸骨无存了 而因着药谷只收男徒 不收女娃 所以只能把公主装扮成男孩子 一开始孩子太小 来送的人怕露馅 要求留下来先照看孩子一年 待到孩子差不多 可以自理就走 楚音音从小就知道 不能和任何人说自己是女孩子 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 隐藏着自己是女孩子的秘密 而宇凡则是因为 被师父安排来照顾 这个瘦弱不堪的小弟弟 从一开始都不知道 到慢慢模模糊糊地有感觉 到最后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小弟弟 慢慢地 宇凡发现这个小师弟 非常的与众不同 他从不与其他男子在一起洗澡 也从不和其他师兄弟一起如厕 从何时有的呢 好像从他济世起就是这样 总是穿着干净的衣服 曾有人说小师弟真是越长越水灵 哪像个男孩子 分明就是个粉嫩嫩的小姑娘 说者无以 听者有心 宇凡听到后心中一片动荡 确实 小师弟长得十分诱人可爱 原来不止自己有这种感觉 可是自己学医 走南闯北的 也见过不少男生女相的男人 确实他们都很漂亮 但是却只有小师弟 第九十五集 就好像看到自己心仪的女人一般 看到他就想将他揉进怀里 再后来 宇凡无意中注意到 小师弟总是偷偷地去药房拿药 还是胡乱拿得没有章法 随后宇凡也按照他抓的药抓了一份 回去仔细研究了一番 终于发现这里面的药材是致女子痛惊的 想到此 于凡心中激动不已 这药谷根本普通人进不来 所以不可能有其他女子 而小师弟则是近几年来谷中唯一进来的外人 说明这药就是他给自己抓的 那就说明 其实小师弟根本就是个女子 自己压抑了几个月的感情 原来不是为世人所不齿的那种 可是还不知道小师妹会喜欢自己吗 就这样 两人互相不同破两人之间的感情 原以为只要这样就好 宇凡不敢说是怕把他吓跑 他不敢说是因为知道总有一天 自己要担负起公主的责任 可自从于凡知道他是公主后才明白 现在二人在一起的时光都是偷来的 所以格外珍惜 不敢多说是因着怕连这点时光都没有了 二人就这样揪揪缠缠的在一起 以先生和药童的身份在一起 在楚音音没有回到京都之前 就这么平淡的在一起 可是如今 面对不得不的情况下 二人只能选择去面对 李子恒看两人之间 觉得气氛不对 赶紧说了声自己还有事就溜了 屋子里只剩下雨凡和楚音音 压抑的气氛使得站在门口的楚音音十分不舒服 他知道这是雨凡心中在发泄着不满 可是京都终归是要回去的 并非全是因为李子恒所求 刚上前走了两步就被前面的人呵斥住了 震住 你震住 不用过来 有事就说吧 我听得到 一开口 满满的拒绝 那咬牙切齿的模样 活生生想把面前的人生吞活寡了 被赫斥住的楚音音顿时委屈不已 这是自己想要去的吗 大哥在都城等着他们 若不是棘手的事情 想必大哥也不会让他过去 一开始自己为了夺楚家人 就没有出面和大哥相认 可是在药谷的日子里 每年大哥都会差人给自己送生辰礼物 若不是怕被抓回去 早在之前自己就出现了 现如今 自己也到了急急年龄 只怕离回宫不远了 雨 我知道你为何生气 不过这一切 命中自有定数 若是我不是这大丑的公主 我当然会与你白头偕老 只是苍天弄人 我必须要回皇宫 只是这些时间多谢你的照顾 我才能如此的健康快乐 我无以为报 继修下 楚音音声泪俱下 心中万分不舍 只希望可以有一线转机 可以改变这一切 可是作为一国公主 又怎可能说怎样就怎样呢 岂能是这般任性妄为的 够了 我何时说过我生气了 倒是你 你说够了吗 说够了就给我出去 没说够就继续说 直到你觉得满意为止 雨凡瞪红着眼睛 看着面前的人 见他脸色被自己说得羞难不已 眼眶中的泪就要顺着流下来 转过身 不想再看他委屈的面孔 害怕自己忍不住地想抱住他 忍不住地想阻拦他回京都的步伐 两个本就不是同一个使戒的人 因为某种原因而生命轨迹发生了偏离 他们相识 相知 相爱 可是命运的齿轮最终还是要让偏离的轨道回到正轨 于是二人的感情变成了这其中的消磨点 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 明日出发 走吧 我今日有些累了 想早点休息 晚上不用拿过来了 说着就往床榻上走去 身后的人早已泪流满面 看着雨凡背对着自己 楚音音心中一阵生疼 无奈只能转身出去 关上屋门 躺在床榻上的雨凡听到关门的声音 心中一片欺然 音音 你的心思我怎会不知 可是我们之间哪有结果 哪怕是我明满天下的神医 可在你父皇的眼里 我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医术高明的郎中罢了 可是若眼睁睁地看着你嫁于他人 我又怎会甘心 音音啊音音 你倒叫我如何是好啊 先生 起床了 快点 马车要走了 小林子 你怎么在这 紫红是你啊 昨日不是说要进京吗 我在叫先生起床呢 可是宇大夫 第九十六集 听到李子恒的话 楚音音愣了一下 然后问了句 一大早 这 这不就是早上吗 他 他还要多早啊 啊 大概是三晶时分嘛 我听到动静出来还以为是招贼了呢 后来才发现是宇大哥 他说王爷王妃这么着急地催他回去 怕是有急事 所以就先走了 让你好好在这里待着 等他回来 说完就有个药童过来叫他过去 小林子 小林子 我这边还有事情 你就先过去了 你一会有什么事 就去医馆找我 若是医馆没有 就去药园找艾叔 若是我们二人都不在 那你就先回来 等某晚上回来再说 李子恒不等楚音音反应过来 就和小药童跑了 连让他开口答应的机会都没有 我 知道了 看着走远的人 楚音音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都走了 他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没想到 他竟会想出这样的法子 的确 自己不出现在他们面前 确实不会有人想起自己这个病泱泱的公主 可是急急在急 自己又能避得了多久呢 一旦有人来求亲 自己这个小公主就要马上出来 来替父皇和母妃完成这个任务 这是自己一出生就有的使命 原以为要提前回去了 却没想到 雨凡宁愿让自己离开他 也不想让自己提早离开 当真如同小孩子一般 简直被他气笑了 原本刚下定决心 决定回到那个一辈子不愿面对的地方 却没想到 这个人竟然改变了主意 真是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咻 京都 都闪开 闪开 起开 小心误伤到你们 起开 王爷回来了 快去告诉神医 王爷带着王妃回来了 看看还缺什么吗 管家拉着一个小丝 嘱咐道 是是是是 小丝连滚带爬的就往后院跑了过去 御神医 早已经来到王府的雨凡 得知林若冬受伤后 赶紧准备药材 银针 正要收拾好过去时 这小丝就闯了进来 依附惊魂未定的神色 放下东西 雨凡走到桌子旁边 倒了杯茶递给他 慢慢说 不着急 是不是你叫王爷回来了 让我尽快过去 虽然是问着小丝 但却是极为肯定的余气 坐在地上的小丝瞪大眼 看着雨凡 依附你怎么知道的表情 看着这小丝呆萌的表情 雨凡想到了远在林家村的某人 呆愣了一下 又起身回过头 坐回了座位上 给自己倒了杯茶水 喝完了吗 喝完了就放下 漠然气氛冷了下来 小丝也不知道 雨大夫是哪根筋抽抽了 突然一下对自己发脾气 想想人家是主子 自己是奴才 生气就生气吧 本就是该自己受这份气的 小心翼翼地把茶杯放到桌上 对雨凡说请尽快回去 然后就逃一般地溜走了 看着溜掉的小丝 雨凡笑了 自己和一个下人治什么气 真是和蠢丫头呆惯了 脑子也不够实了 只是真的有点想她了 音音 罢了 还是先去看看人怎么样了吧 拿上自己的家伙事 雨凡就往洛雪院走去 一路上 看到每个人脸上都紧张得不行 因为王爷的脸色好难看 现在府中人人自危 王妃出事之后 王爷就心情差到极点 见到人就骂 好几个侍女奴才都让她给骂哭了 换了好几轮人 才终于把王妃身上的衣服给换了下来 雨凡赶到的时候 就看到楚元熙正在训斥一个 给林若东擦身子的侍女 然后把侍女赶了出来 亲自去给林若东擦拭 雨凡看着这一幕摇了摇头 笑了出来 看来这傻王爷 倒是真的喜欢上了这丫头 当真是患难兼真情啊 这皇家难有什么真心喜欢 不过都是互相利用 幸亏楚元熙从小就不在皇宫中长大 才会有这般仅有的真心 不过这倒也真能看出来 这皇家到底是多么的冷酷无情 只是这真情只怕到最后会成为别人手里的刀 会在最关键的时候插入她的胸口 当真不知她爱上林若东是好还是不好 正站在门口愣着神 就听到不知谁喊了句 雨神医来了 屋里的人都让开了门路 闪出一条道来 雨凡这才被喊醒 无奈一笑 摇了摇头走了进去 来了 快帮我看看 东尔到底伤到哪了 放心 有我在 不会让她有事的 你们都退下去吧 是 楚元熙也闪开自己的位置 方便雨凡就医 她从医乡里拿出枕垫 放在林若东的手腕下 又拿出一条帕子搭在手腕上 随后开始枕断 半晌 楚元熙不敢冒出一点声音 生怕再打扰雨凡的枕置 要过了一会儿 雨凡把东西都收拾好 拉着楚元熙往外走 东尔还没醒呢 有什么事不能在屋里说吗 病人需要休息 现在她没什么大碍 只是她在跌下马时 摔伤了脑子 现在她的脑子里 有一块血块 已经压迫到神经 我断定她醒来后会失眠 第九十七集 雨凡一边说 一边看着楚元熙的脸色 发现她的面容除了疼戏 再也找不出其他的痕迹 倒真是个痴情的 对了 这是药房 每日三次 两碗水煎成一碗 若是不想出什么岔子 还是找信任的人来煎药 不然若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也无力回天 那有多久才能好 冬儿她何时会醒来啊 楚元熙刚听到雨凡说没事时 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可是又听到她说 林若冬的眼睛看不见了 这心又提了上去 听到还有法子 这才安稳下来 一会儿的时间 她这心就七上八下 起起伏伏 一会儿她休息好了 就醒过来了 切记不要让她太激动 引进慢慢吃药 七天就好 好了 若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说着 雨凡就要往自己的院子走 楚元熙想了想没拉她 但随后又想起什么 冲着她说了句 记得 别忘了 雨凡背对着摆了摆手 转身走了出去 楚元熙回屋之后 就看到林若冬正伸着手 胡乱摸索着 眼看要打碎茶壶 吓得楚元熙连忙上前接住了 避免了她被摔碎的命运 林若冬听到动静 侧头疑惑地喊着 阿西 是你吗 为什么屋里这么黑啊 莫不是你省灯油 舍不得给我点啊 没有回应 楚元熙不知如何回应 看着林若冬调皮的样子 楚元熙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但是更多的 却是难过和心疼 她这么聪明 早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看着林若冬的样子 楚元熙心中疼惜得不得了 不想看到她故作坚强的样子 此刻她多希望 她能无理取闹一些 这样自己的心 就不会那么痛了 感觉到楚元熙的沉默 林若冬笑呵呵地开口了 傻了吧 我是干嘛的你忘了 虽说医术比不上那个雨凡 但好歹也是有两把刷子的 我刚刚把的下卖 安拉 还有救 别老这副样子 本来我就看不到 你还一点声音也没有 欺负我现在瞎了吧 没有 我怎么会欺负于你啊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对你说 我竟忘了 你也是大夫 这么说来 你都知道了 楚元熙真是关心则乱 明明自己媳妇就是个大夫 结果一激动就给忘了 没事的 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没关系 查出是谁做的了吗 这个问题才是林若冬最关心的 别的只要自己没有小命丢了 都不算大事 况且自己还有秘密武器呢 这个目前还没有 下面人来报 咱们的人都干过去的时候 这些人不知哪来的风声 竟然都跑了 该死 想起刚才下人来报 楚元熙就憋了一肚子的火 竟然有人敢设计自己的妻子 自己却连个人都没抓到 当真是觉得自己这个王爷久不回京 是个阿猫阿狗都能来踩上一脚了 别气了 对了 阿炫 你那天捡到的东西 拿出来让阿炫看看 林若冬突然想起 那天自己摔下马车后 晕倒之际 迷迷糊糊地看到了玉炫 捡到了什么东西 钻到了自己衣袖内 你快点 不然今天中午 就是烤兔肉 楚元熙听到林若冬说 玉炫捡到了什么东西 摸摸蹭蹭 半天不肯拿出来 就威胁他说 欺负我现在不能说话是吧 你们你们两个 军太圣 不 是军兔太圣 哼 给就给 本兔也不和你们计较 跳到楚元熙面前 玉炫从自己身上翻了翻 终于翻到一个圆糊糊 黑漆漆的石头 看到这个石头 楚元熙瞪大双眼 满含着惊讶的目光 看了看玉炫 又看了看林若冬 最终压下心中的惊讶 他没有开口 却是郑重地把玉炫放了下来 对林若冬说道 冬儿 你先好好休息 我还有一些事 需要去处理一下 哦 这东西我就带走了 等我把事情查完 就还给哈萱 说完 不等林若冬开口 就跑了出去 听到楚元熙 慌乱地跑出去后 林若冬想伸手 拉他一把 却不知往哪追 玉炫从桌上跳起来 把屋门关上 然后化成人形 一把将林若冬抱起来 放到床上 林若冬坐在床上 你放 死兔子 你想摔死我 林若冬坐在床上 揉着屁股 双眼死死盯着前方 因为看不到人 只能对着面前做出一副狠利的表情 喂 女人 你这副表情丑死了 玉炫坐在凳子上 翘着二郎腿 喝着茶水 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 看着就想让人揍他 你说谁丑啊 就算我摔烧脸 哪也不丑好吗 真是睁眼说瞎话 明明就是嫉妒我的美貌 哼 女人 本兔爷需要嫉妒你吗 开玩笑 玉炫白了林若冬一眼 摸着自己的脸说道 要说这世上还能有几个人和我媲美的人 又看了眼床上的某瞎子 继续道 你 勉勉强强算一个吧 什么勉勉强强 老年也算是国子天香吧 你能在这寻院 第九十八集 林若冬说完 躺在床上 背对着玉炫 一副我累了要休息的样子 看着耍小孩子脾气的林若冬 玉炫笑了笑 随后想到刚才 楚芸汐看到那石头的表情 觉得哪里不对 那分明就是认识的神色 看样子 她还知道是谁的 不然不会这么着急就走了 现在小东东看不见 不知道楚芸汐神色不对劲 可是若是现在就告诉她 伤害她的凶手是她男人的熟人 只怕这二人就会有得闹了 左思又想 过了一会儿 玉炫就感觉床上的人气息变得平缓 看来是睡着了 喝着自己在这纠结半天 结果床上的人说睡就睡 真是 算了 既然睡着了 那自己就不用纠结了 倒不如趁现在追上去看看 这人到底是谁 他有预感 这个人可能自己也见过 这边 楚芸汐出来后就骑着马往驿馆跑 到了驿馆 把马扔给门头 就往驿馆里闯 掌柜的看到楚芸汐来了 连忙上前迎接 这不是福芸王吗 今儿可怎么来驿馆了 这 还没说完就被楚芸汐开口打断了 你们这里有谁在住着 这奴才不能说 你也都知道 咱们这儿但凡住下的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咱们不能坏了这规矩 这恕奴才无礼了 掌柜的也是见过风雨的人 没有听到说是福芸王就打开方便之门 说查就给查 反而是一身正骨 硬气地挡在门口 哦 是这样吗 不过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楚芸汐说过的话 还有人敢让我再重复第二遍 你现在到底是让不让开 显然 一路过来把楚芸汐的耐心都耗光了 王爷 王爷您不能硬闯 这 掌柜的 既然客人要来 那您也就别拦着了 从楼上传来一阵悦耳的女声 掌柜的听到后 这拦也不是 布兰也不是 本来只是恪守职责 结果这人一开口 道成了给他拦路的了 真倒是 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客官此言差异 老奴拦着王爷 那是因为这里贵客众多 若是王爷不闻不问地冲进去 这若是闹了起来 岂不是都挂不住面子 您怎么说 看来王爷要找的人就是您了 那既然如此 老奴也就不拦着了 说着便让开了路 王爷 天子三号房 若有事 您再换老奴 然后转身回到账台前 继续算账 楚芸汐看了会掌柜的 直接奔着天子三号房去了 一上楼就有个侍女 站在门口等着他 王爷 这边请 楚芸汐没说话 跟在侍女身后 一路走到天子三号房 侍女打开门 站在门口 王爷 主子说了 请您进去 然后就站在门口当门神 大师兄 可是又想我了 您怎知道我来了 屋内坐着的女人 见到房门打开 听到来人的脚步声 高兴地转身 看着来人说道 楚芸汐看着自己面前 乖巧可人的女子 眼中满是凛然 从前自己怎么就没觉得 自己这个小师妹 竟然如此能装悔算 若不是发现了那个石头 恐怕到现在 自己还想不出 是谁真对自己媳妇吧 看着楚芸汐的脸色 芸汐渐渐地笑不出来了 大师兄 怎么了 可是有什么难事 说来让师妹帮你想想办法 师妹 你可还记得这个 楚芸汐说着把石头拿出来 芸汐见到石头后 愣了一下 随后赶紧激动地走上前 拿到手里 问道 师兄 你这是在哪里找到的 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呢 谢谢你师兄 拿着手里的石头 翻来覆去 摸了好半场 芸汐激动地 难以平复自己的心情 楚芸汐看着芸汐好半天 除了最后 失而复得的激动 什么也没看出来 看来真的是 自己太冲动了 果然不是小师妹做的 就说嘛 小师妹这么善良 和自己关系又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安排人 去偷袭若冬呢 看来这件事 自己需要好好调查一下 可能真的是刘慧母子做的 也未可知 藏在一旁的玉炫却看到 芸汐露出了诡异的一笑 果然 就是这个恶毒的女人 就是她欺负了小冬冬 楚芸汐这个大傻子 这么冲动就把证据还给了她 真是蠢透了 没什么 这是我去醉仙阁那边的掌柜给我的 说是上次吃饭时 打扫留下来的 正好我过去 以为是冬儿的 就让我拿回来了 楚芸汐看到凶手不是师妹 就想回去 赶紧让人查查这件事 芸汐啊 那个师兄还有其他事 就不先陪你聊了 改日再来 改日再聊 说着又慌慌张张地跑了 真是大师兄 真是一如既往地相信我 那是当然了 王爷最疼爱的 可是咱们公主呢 芸汐在楚芸汐走后 就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只见她一脸不高兴 随后把桌上的东西 全都扫落在地 侍女小离不敢多言 第九十九集 自己跟在公主身边多年 自然知道自家公主 是个什么脾气 今日只怕是不好过了 错 是从知道王爷娶妻之后 自己每天的日子 简直都是度日如年 每日都要遭公主 一番殴打 可是又能改变什么呢 王爷还是娶了别人 只是苦了他们这些下人 日日要饱受公主的摧残 公主 冯将军来了 门外侍卫禀报道 知道了 你让他稍微等一会儿 我梳妻打扮之后再让他进来 看了看地上残喘的小离 芸汐残忍一笑 怎么还不起来 等着让我扶你起来吗 奴兵 这 这就起来 说着 小离从地上一打一打慢慢挪起来 芸汐看到她这般磨蹭 又上去踹了一脚 没用的奴才 滚出去 去把梁儿叫进来 废物 不过是打了几下子 怎么还打不得了 娇弟弟的模样 谁想看你那个贱样子 看到小离这般娇弱的样子 就让芸汐想到了林若东 不由得又是一阵气不顺 咻 芸霄阁 芸柔 我打听到了 鸾月乐滋滋地跑到秦芸柔面前 高兴地对她说 找到什么了 莫非 秦芸柔猜测到时 不错 我找到寒冰兔了 你猜在哪儿 鸾月找到寒冰兔之后 万分开心 这下芸柔有救了 自己终于可以让芸柔 从这冰冷的冰棺里出来了 我不知 在哪里 真是得了全部费功夫 那寒冰兔 在你儿媳妇手中 我辗转了好久才打听到 这次 你终归是有救了 芸柔你等着 我这就去把兔子要来 待你好了之后 我就带你去游历大江南北 你再也不需要靠着冰棺存活了 鸾月激动得手舞足蹈 像个小孩子一般 也只有在秦宇柔面前 她才会如此肆无忌惮 可是 你知道怎么用寒冰兔救我吗 难不成 杀了吃了 秦宇柔这句话 可是问住了鸾月 确实 这古书上记载了 寒冰兔可以救活只剩一口气的人 却没讲怎么救 用什么救 先不管了 我先去把兔子要来 然后再想办法 总会有办法的 会有的 说着 鸾月跑了出去 不想再听秦宇柔的话 她知道再谈下去 就是秦宇柔让自己不要去找他们 让自己放弃 可是这么多年来 除了想办法除掉老皇帝和刘慧母子 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着秦宇柔可以好起来 为了这件事 自己寻寻觅觅了半辈子 却在希望到达之时 突然叫停 自己怎能甘心呢 来人 守好夫人 不许任何人进去 若有违背者 就地处决 那主上 若是有人拿着您的信物来 我们 鸾月看着问话的人 突然觉得自己手下 怎么这么多白痴 你没张脑子吗 刚才主上不是说了 不许任何人进去 主上都不在 他那个信物 哪里来的都不行 抓住 格杀无论就行 领队队长见着自家主子脸色 越来越不对 连忙狠狠地骂了提问那人两句 鸾月这才转过视线 看向领队 不错 说完就带着人马往京都赶去 领队刚才看到主上看着自己 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 以后主子说什么你就硬下来就是 要是有不懂的 就再来问我就好了 这次长记性了吧 领队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好看守啊 是 是 京都 扶亲王府 落雪运 此时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林若冬的眼睛已经完全恢复了 这一天晚上 孩子 孩子 我的孩子 娘 娘 娘你别走 别走 别走 娘 冬儿 怎么了冬儿 做噩梦了吧 别怕 有我 正在熟睡的楚元西 被林若冬的一声尖叫给吵醒 姐姐姐夫 你们没事吧 我听到姐姐大喊了一声 发生什么事了吗 林小妍听到自家姐姐大喊 林芒从被窝里爬出来 赶过来看看 没事 小妍 你回去休息吧 你姐这里有我呢 没事的 回去吧 哦 那好 那我就先回去了 那姐夫 你好好照顾我姐 说完 林小妍又哒哒哒地回了自己的院落 明日还要上课 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忙 倒不如好好休息 日后学得好 还能帮上姐姐 王爷 姑姑托方华问问 出什么事了 怎的这么大动静 可是有要紧事发生 英雪在门口低声问道 我爱 你让人去回姑姑的话 说只是做了噩梦 没事 没事 过了会儿 终于所有人回到自己屋子里 院子里又安静下来 楚芸汐拦着林若冬 转过她的身子 目光复杂地看着她 想问一些什么 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这时的林若冬也回过神来 知道自己在梦中是 原主的残魂作祟 想起了记忆中已经去世的母亲 因此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便如同安静 楚芸汐无奈地叹口气 横起林若冬的小脸 不让她逃避自己的目光 就看见林若冬 用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盯着自己 看得楚芸汐心中 碰碰乱跳 渐渐地 气氛变得越来越暧昧 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就听到巴搭一声 从窗外跑进来一只不明物体 吓得林若冬一咕噜钻进被窝 楚芸汐转头看向地上的某只不明物体 气得顿了她的心都有了 这死兔子 每次都在自己最关键的时刻出现 她是和自己八字不合吧 每次出现都会打乱自己的好事 要不是看在冬儿的面子上 早就不知死几百回了 气得楚芸汐从床上跳起来 把这只死兔子拎起来 刚打算从窗口扔出去 就听见被窝里传来一阵声音 别 别扔她 就让她在这待着吧 听到林若冬的话 楚芸汐呆愣地转过头问她 那我怎么办 听得林若冬满头雾水 不过是只兔子 随便扔在那儿就好了 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难不成她让自己和兔子顺一张床 然后就看到楚芸汐低下头 看向某处 林若冬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脸色轰得一下红起来 你 你怎么耍流氓呢 娘子 此言差一样 为夫这不是耍流氓 为夫只是被娘子引诱的 无法控制自己而已 明明是一本正经的态度 说出的话却那么让人脸红 当真是不要脸 真是不知道 若是让她那些属下看到她这副样子 还会不会跟随这么个流氓主子 还记得刚接触时 这次虽说傻 但也不至于如此厚颜无耻 看看现在 果然时间会让人暴露本性 这才好了多久 怎的就变成了这般模样 好了 娘子 时间不早了 你先早点睡 我出去一下 你去哪儿 谢火 说完 楚元熙就把兔子放下 准备出去沐浴了 毕竟让这兔子 一脑再大的兴趣也闹没了 可身上的火还没下去 只能是去洗个冷水澡了 死兔子 等你失宠 老子立刻把你炖了 玉轩感觉背后一凉 打了个嘟嗦 然后跳上床 想往被子里钻 却被林若冬看准时机 一把抓住她的兔爪 将她揪了起来 死兔子 下去 说着 把她扔了下去 玉轩立马变回人形 在地上打了个管 死女人 你想谋头还命啊 说吧 你过来干什么 丑女人 你让兔爷说 奔兔爷叫我说 啊 我偏不说 玉轩傲娇地卖起了官司 一负你求我我就说的表情 林若冬偏偏不吃这套 索性转身不看她了 这家伙给点阳光就灿烂 就不能太给她脸 还是刚捡回来的时候好 让干嘛就干嘛 现在和人类学得狡猾无比 这哪儿还是只兔子 分明就是只小狐狸 每次都能把人气得牙痒痒 然后用她那无辜的外表去蒙骗世人 也就只有傻子才会上当 最近 这家伙一直去寒霜姑姑那儿 骗吃骗喝的 俨然已经深得寒霜姑姑的喜欢了 骗是厉害 林若冬打定主意 不管他说什么都不理会 你真不想知道我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既然这样的我走了 若是某人错过了寻找自己母亲的重要时机 可千万别怪我没提醒啊 一边说 玉炫一边往外走 心里默默熟着 三 二 一 停 停 站住 回来吧 林若冬妥协了 某兔子这会儿又傲娇起来 冲着林若冬挑挑眉 气得林若冬又想把他扔出去 林若冬跑到桌子前 给他倒了杯水 放到他面前 然后某只又晃了晃肩膀 哎呦 我怎么觉得我这肩膀有点酸呢 一边说 一边看着林若冬 压下心中的怒气 努力地挤出一丝微笑 林若冬慢慢走上前 给某小只揉一揉肩膀 若不是控制好力气 只怕现在早把他肩膀捏碎了 坐在前面的玉炫都能听到身后 林若冬磨牙的声音 听着都疼 逗得他在前面肩膀一颤一颤的 气得林若冬右手还住玉炫的脖子 使劲勒着他 两人都忘了刚才出去的人 现在差不多也该回来了 结果就成了 楚元熙站在门口 目瞪口呆地看着二人亲密的举动 他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出去洗了个澡 就成了这个样子 他也绝对不相信 自己娘子是那种不检点的女子 况且面前男子瘦瘦弱弱的 哪有自己半分强壮 娘子才不会喜欢这种小白脸呢 三人行 必有一人尴尬 现在是三个人两个人尴尬 真要怎么解释 那个 富军 你听我说啊 我们两个其实 他 他 哎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但是我们两个没有什么的 真的 不信你问他 哎 是不是啊 啊 玉炫突然将林若冬抱起来 林若冬在他身上扑腾来扑腾去 偏偏也不知这家伙哪根筋打错了 就是不放自己下去 反而一把抓住林若冬胡乱扑腾的爪子 温柔地看着他道 宝贝 既然你相公都发现了 那咱们也就别藏着掖着了 你不是说早就受购这些